Hello 各位车友大家好 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 我是花花 距离铁C的上市已过三个月之久 但是热度持续不减 本期视频我们就走进车间 为大家报道一下飞翔房车铁C的最新进展 眼前的这一款还未完工的车 就是咱们铁C车型的一款打样车 上市以来对于这款车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 这其中呢 有对其肯定 说是咱们开创了国内此车型的先河 真正做到了大空间且安全还低调 当然了 我们也听取了很多车友的意见 那受广大车友的鼓励和支持呀 我们也坚信可以打造一款有品味 有格调 豪华且实用的房车 尽力让它没有瑕疵 让它不仅仅是一辆房车 更像是一件大的工艺品 基于此 我们又开始了这辆车辆新一轮的打样工作 不断的提升细节 寻求更优化的方案 从而呢 在我这套车上去寻找大数据 进行开模定制 是的 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优化 不断的更新 是飞翔房车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 您当下看到的每一款车型啊 都是在前款车型的基础上进行迭代而来 正好呢 在这款一样车的旁边啊 我们看到了一些即将会使用上去的材料 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这一次呢 在上装部分的所有的封边封条工艺 将采用一种全新的处理方式 让它们的边边角角摸上去都能够更加的圆润 实现家具的触感也能纵向丝滑 在取材上呢 采用的是轻质的实木 提升品质的同时 给我们视觉上更好的高档感 正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 它的木纹啊 都是不同的 这样的话会更具灵动性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只是冰山一角 那如果这些板材大量的运用到这款房车上之后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会是一种怎样的扑面而来的豪华感 奢华感呢 这一次的全新的工艺和全新的处理边边角角的一种方式啊 可以真正的达到无缝连接的一种状态 因此本哲不断的进步 不断优化自身的初心 处理好细节也是飞翔房车一直在努力的一个点 还有呢 关于物品的存放 熟悉飞翔房车的车友啊 应该都会了解 我们一直是在追求更好的设计理念和使用心得哈 既然是作为房车的使用 方便快捷 理应是一个我们的注意点 所以我们锅碗瓢盆的存放和使用 就一定要让大家使用起来的时候拿取方便并且便利 那这些呢 是您想要的 也是我们要做的 还有一些担心在行驶过程当中 我们的餐具发生异想这样的问题 我们呢 也一直在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 所以请各位车友持续关注飞翔房车俱乐部 后期啊 我们将为大家通过视频的方式一一的进行呈现 当然了 如果各位车友有好的意见或者建议的话呢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畅所欲言 合理化的意见都会被采纳哦 希望此款车一出是我们的立作之笔 也是您房车选择难题的解惑答疑 话说至此呀 又联想到了工匠精神 河下乘凉梦不毁是初心 飞翔房车也一定秉承前辈的信念 以实际行动砥砺前行 全力打造一款适合我们中国人使用的房车 属于我们国人自己的房车 真正的实现拥有一辆铁C 便实现了在全国各地都拥有一座房子的美好愿景 这一座房子的美好愿景 谢谢观看